那我問一下 怡怡 聽說南極的企鵝都迷路了 北極熊也快沒有家了 真的 好可憐 因為我覺得環境難民不只是人而已 其實動物更是無助 而且科學家發現 其實它不要等到到時候冰溶解的速度 就是說那麼快才會滅亡 因為牠們現在食物越來越少 所以越來越瘦 已經連艾艾的力氣都沒有 所以牠的繁殖能力已經變得非常非常弱 換句話說 大概再過30到50年 有科學家預測就要到這個博物館去看北極熊了 我幫你補充幾件事情 我一定要 我不是驚嚇讀者 觀眾 你們一定要知道一個關鍵 第一個 剛剛李博講的格林蘭 格林蘭最近十年 已經往後退了八公里以上 它融化的水是5500萬億噸 格林蘭 億萬噸 格林蘭的 各位知道 格林蘭的冰層佔世界水量的十二分之一 如果格林蘭整個淹沒之後 格林蘭整個淹沒之後 當上什麼淹果 我告訴你 你可以在台北火力戰游泳 整個台南市 台南縣全部在水裡面 我們有做過一個電腦模擬 電腦模擬是台大做的 我上次那個王宗和有拿出來看過 就是台灣大概有38%的陸地 已經沒有了 什麼台南 加南平原 所以我們大概中央三外上去做國民大會 我們現在住在十一樓會怎麼樣 其實沒有 我覺得美人 我們這邊還算是已經不是首當其衝的 我們是在八年前 是第一個無人島已經淹沒掉了 可是最近印度的一個大學 他們已經在10月18號 在衛星上看到第一個有人島 那上面的居民有一萬人 然後那個島叫做哈達哈拉島 那個島已經淹沒掉了 對 已經全部都淹沒掉 百分之九十多滅底 好 第二個我要講到北極 現在北極是全世界最人類浩劫的開始 北極現在科學家已經測到了 它的那個甲烷的濃度是100倍 什麼意思 它的冷凍層下面400公里 是全世界最大的甲烷層 夾那個融化 那甲烷上來 甲烷是二氧化碳的29倍 就它污染的層是29倍 甲烷很嚴重嗎 不就是牛的屁嗎 就是牛的屁 所以我告訴你 一頭牛比 因為它放屁跟放大量 它比車子污染五倍 一頭牛比一頭 我告訴你 那甲烷會爆炸會怎麼樣 一萬顆核子彈這麼大 造成全世界致命的海嘯 南極企鵝 我告訴你 南極線 阿德利亞企鵝已經死了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六十五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吃不到西蝦了 第二個 南極線都是暴風雨 企鵝出生四十天之內 它可以躲寒 但是不能躲雨 水把它一弄濕 它晚上就凍死了 對 紐西蘭有的鳳冠契鵝 本來調查有一百五十萬隻 現在剩多少隻 剩十萬隻 你知道多可怕 最近澳洲 澳洲是不肯簽 美國跟澳洲是不肯簽經濟的秘書 對 澳洲現在 昆斯蘭正在大火之中 澳洲八月份創下三十度的高溫 從來沒有過 澳洲冬天晚上居然有出現過十二度高溫 都是歷史紀錄 我最痛心是澳洲的五尾熊 五尾熊是不喝水的 你知道嗎 所以五尾熊不喝水沒有關係 為什麼 它靠吃尤加利樹裡面的水 水分 五尾熊的土語的意思就是說 無水動物 現在那個尤加利樹沒水了 我告訴你 五尾熊怎麼辦 現在這次澳洲昆斯蘭大火 現在已經燒死了一百多隻五尾熊 這還不算 五尾熊現在要跑到游泳池裡面去喝水 要去跟狗搶水 然後過馬路 澳洲現行統計 光過馬路被車撞死的五尾熊 到目前一百多隻 掉到游泳池裡面淹死的 還有被跟狗搶水被狗咬死的 為什麼這麼小氣 不送一些來台北市立動物園 他們現在五尾熊要到人類裡面去蒸水喝來 你知道嗎 這個情況就很嚴重了 這就是五尾熊的圖語名字是無水熊 因為整個暖化的結果 剛才講到北極熊 北極熊它沒有辦法跑得很快去抓動物 它是要靠那個動物封到冰裡頭 像那個小的海豹在冰裡頭 它要上來呼吸 它就手的那個口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它不要跑 當它用跑的時候它跑不過任何東西 當它用游泳 當它游泳的話 它游不過任何海裡的動物 所以就會餓死 這個因為它沒有辦法 那這個是比較大的物種 可是問一下楊賢英 就是家庭主婦有沒有感受到氣候暖化的問題 家庭主婦根本都不曉得要炒什麼菜 比方說這個季節到了 該吃什麼魚有沒有 我們會吃到什麼 根本都沒有 你只有上菜市場去選擇 所以我說該不是這個 像現在還有西瓜你知道嗎 西瓜還是量產 還要很多還要很新鮮 現在還有絲瓜咧 對我才講 絲瓜 絲瓜那個七八月的時候 你會覺得絲瓜現在還在量產 五條五十塊還買得到 苦瓜絲瓜 所有東西都全部物種都亂了 那個季節對的菜它就是甜 對不對 而且你不用廢它太大劍就可以種 對不對 因為那個季節出來的東西 是適合我們人體 這個時候的體質吃的嘛 那提早出來或晚出來 你會覺得說跟人的身體就是不一樣 你說像現在這種天氣 你叫我吃西瓜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西瓜、絲瓜、苦瓜多涼涼的 可是現在就是量產 那盛產的時候 這整個就是亂了 所有植物也好 動物也好 完全都沒有辦法去適應這個環境 大家都在視著去適應這個環境 連植物都在視著去適應這個環境 那當這個暖化的結果 植物不需要太多水的時候 這個水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的天氣就受到暖化的影響 不是乾旱就是大雨 大水 大家都說暖化跟乾旱有什麼關係 當你一個空氣不暖的時候是這麼大 你把它加溫以後 它變成這麼大 本來在裡頭可以遭這麼多水氣 變成這麼大可以遭這麼多水氣 那不就變成乾旱了 它就不下雨了嘛 對不對 當你空氣變大 遭了更多的水氣 它不下雨了 但是這個雨要不要下下來 要 要下下來呀 下下來就是好大雨 嗯